冬季猝死殺手 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是冬季猝死排行榜的第一名 即使立刻送醫 死亡率也高達4成 到底心肌梗塞是怎麼發生的呢 一般來講 會造成突然的預設 事實上還有一個我們叫血栓 因為當你血 這個我們叫做這個沙咒路破裂的話 那血塊就會在沙咒上面 很快速的形成 就把路給塞死了 所以這種狹窄 通常反而在50左右 由於許多人都不太了解 心肌梗塞的症狀 而延誤了舊醫黃金期 高雄市政府就提出了心痛ABC三個徵兆 讓大家可以清楚辨識 自己有沒有可能發生的心肌梗塞 胸痛胸悶 或感覺噁心呕吐 症狀往往超過5分鐘 也常合併轉移性的疼痛 疼痛會傳至下巴 頸部 手臂上腹或後背處 突發性的胸痛 覺得喘氣或呼吸困難 合併突發性的胸痛 出現道能漢症狀 並合併胸痛 我們最希望能夠 也許是3到6個小時之內 一定要到醫院 然後接受治療 甚至能夠趕快把主射的血管給它打通 不管是用藥物的方式 或是做心道管 或甚至需要開刀做繞道手術 我們如果時間超過12小時以上 那這些治療的效益就大膽折扣 若情況允許 應該持續進行PPR 才能減少心臟與腦部缺氧的傷害 研究顯示 心肌梗塞與低溫有密切的相關 所以在天氣越來越冷的時候 記得做好保暖工作 千萬別讓心臟不開心 非常高級以外 可以坐在一邊 來 請